谢国梁与前总统马英九胜利在握 民进党执政八年的基隆和桃园 国民党力拼重现蓝天 前总统马英九说 这次投票不是选择来获绿 而是选择战争或和平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 我执政八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预测 两岸会走向战争 两岸之所以变成兵凶战危 跟民进党执政有很大的关系 选前最后一天 马英九朱立伦重兵押政桃园 张善政参选半年青桃基层 甚至连上还晒出了深深的口罩印 不少选民看了大傻眼 但绿营在桃园又殊不得的压力 蔡英文破天荒漠 说党内初选清点私地兵 提名权一把抓 专家说一旦桃园输了 蔡英文马上跛脚 桃园输掉了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蔡英文 立刻跛脚 而且主席不保 大阿哥郑文燦 本来是前途伺景 结果连他自己的本命盘桃园 选得这样子哩哩烂的 蔡英文跟郑文燦 都有输不起的压力 新北侯友宜上回拿下 116万多票 狂赢苏贞昌29万票 这回选前催票 气势惊人 有人烫头发烫到一半 跑出来乡挺 上回绿营输掉双北 赖清德亲戚院长 这回若双北也输 苏贞昌会不会掉乌沙帽 他的扫把回家吧 对扫把这么有信心的话 随时准备用扫把来抗中保台 掉到六席以下的话 基本上他就是惨败 蔡英文大概会完全的失失 六都拼战真的不只是蓝绿版图 更牵动天王们的政治布局与未来 记者中车名称以后 拍拍波动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